我是觉得挺遗憾的 你也是跳舞的对吧 她的专业也是舞蹈 她因为爱你 所以她也去了 而你压根就没看得上她呀 你是觉得她没有能力 她只是你的一个附属 我记得谈到这块的时候 女生是第一次 在这个节目里动情的 你否定了人家 你否定了她对这个工作 和对你的那么深的爱 当时去世想复出的 但是你完全没有 给她任何的机会 你以为她是在胡闹 是你干的吧 你有问过你 你有没有问过她 你是不是愿意 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你是想当然 你给我的回答是 我怕她吃苦 那个时候可能她觉得 跟你在一起 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对吧 其他都不重要 最可惜就是 这段恋情当中的 这一部分的错过 这大概是我觉得挺遗憾的 因为小伙子也不错 姑娘从后来的 这个表达来说 开始独立了 开始自己去做演出 也明白了生活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段爱情 对你们来说挺有价值的 有过这么一场 爱情其实也挺好的 所以结局你们自己来选 生活的方式 你们自己来选择 要不要在一起 都是你们自己来选择 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你知道吗 有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